各位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为什么古代的泳村拳不是复建泳村和泉体系 也不是有传说的香港少林泳村拳体系 也不是东南亚,比如马来西亚传说的五媒权体系 那我们要说这件事情,我们要基于中国传统这个正史,历史 还有中国传统武术的科技 因为数就是技术,技术就是科技,以今天话来说 我们基于一方面是历史,正史的实际 一方面是技术来说这件事情 所以呢,我这个视频呢,是为大家可以讨论实际 讲理由,讲道理的我们这个传统武术爱好者所做 这个不是用来说,谁正宗,谁的故事最正确,那一个系 种种种种的,门户的问题 这个是很单纯的一个技术上,历史技术上的设定 所以希望呢,如果大家不能接受,这个历史,依据历史和技术上的这个 这个条件呢,那就希望,请你们不要再看下去 因为没有必要引起无谓的纷争 这个社评是要为后人解决问题 不是在找问题,说谁的权比较正宗之类的 或是某某宗司,某某宗司之类的 这个和那个没关系 不相干的,这个是纯粹的 在技术上,在历史上的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好,我们开始要说,什么叫做古代的涌春泉 古代的涌春泉的定义就是在琼花会馆时代的涌春泉 那琼花会馆没有说这个系的有尊全 那个系的有尊全 琼花会馆就只有一个琼花会馆 那那个红船啊,这个琼花会馆的这个艺人 就是那个琼花会馆 那那个琼花会馆呢,后来呢,因为李文茂的这个起义 所以导致琼花会馆被解散 那琼花会馆被解散 那琼花会馆被解散 十几年后 这个 这个 才有另外一个会馆 就是所谓现在的八合会馆 那琼花会馆被解散之后 这个广东系是被敬的 因为李文茂先生和那个时候的永春泉祖先起义 满清是当你做事造反 而那个时候 而那个时候 永春泉祖先在琼花会馆 是和很多不同的这个 这个广东的这个武术门派结合的 比如我们现在知道的很清楚的 那个时候 永春泉祖先在琼花会馆 那琼花会馆是当时的反正古组织 那个时候和洪圣蔡佛祖先是同志 就是反清复明的 所以我说的这个永春泉 古代永春泉 就是那个时代的永春泉 不是在禁细之后 八和会馆这个时候的永春泉 而人物方面那是不同的 因为在洪传失败起义之后 李文茂先生带领这个起义的 就去世了 就去世了 很多跟着起义的烈士 也就去世了 很多永春泉的祖先 所以我们要说的永春泉 是那个时候的永春泉 不是现在的永春泉 因为那个时候到现在 在基160年 那很多东西不同了 而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说 看在那个时候的永春泉 看在那个时候的永春泉 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起义 那个是在正史上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这一点要说清楚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相当是1850年左右 那大家可以去查历史 那在那个时候 比如永春泉的这个 那个时候永春泉的这个 这个全决 这个叫做礼庄行礼 这个 他有这个 比如在收钱的女装 他有 剑子旁轴成英雄 所谓的英雄 就是那个时候的 天地会 的这个 称呼 你看 蔡里佛全也是有这个英雄 你看那个上海小道会 也是有这个英雄 或是有时候他称为 红阴 就是那个时候的事情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研究 可以到上海的这个 艺园的这个 这个 这个典春堂那边去看那些古迹 好 那也可以去看那个 那个 这个 蔡里佛 洪胜 蔡里佛的这个 这个离装 他的那个 字迹 他的这个对联之类的 那 那我们就是要讲说那个时候的有尊学 所以要特别声明 不是在说谁正宗那一个系 那一个系什么体系什么某某人的系 不讲这个 也不是说谁比较资深 也不讲这个 我们是要讲说 在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技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这个是技术问题 我们要解决技术问题 好 所以要解决技术问题呢 我们当然要有所凭据 那我们知道 到目前为止 的确在那个时代 有小链头的这个 全觉 流传到现在 有一个很完整的小链头全 全觉和它的套全流传到今天 这个是在历史上我们知道的 而这本小链头的全觉 我们可以分析它 我们可以分析它 它有三个 三个这个 应该说这个母权 或种子 它这个全觉 它是以少林 短胆 短胆为主 以鹅梅十二庄的深宫为深宫 还有也吸起了福建 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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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档 深宫是 儿媒十二庄的深宫 然后 一切有 福建 永春 百贺拳的 这个技术 因为我们知道 有这些 我们可以去 这个再追查下去 比如这个 少林短档 他有少林 前进前法备药 那是古典 我们这中国文化的古典 这个中国传统武术的古典 儿媒十二庄 有儿媒十二庄的绝 福建 百贺 永春拳 永春百贺拳 有它的古代的这个 绝 所以我们知道 它是什么一个 回事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依那个时候的全觉 就是做一个 做一个一个简单 可是要到点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描述 描述 这个技术到底是什么技术 那只要我们知道这个技术 我们和 比如这个福建的永春百贺拳 一比起来 技术比技术 不是人比人 我们就知道说 是相同的体系 或者不是相同的体系 那甚至可以和 任何人说 这个永春拳是处以那个拳数一比 看是不是 好 那我们先说 我们古代的这个传统武功 三件事情 基础一定要 一定这个具备的 第一叫身功 第二叫手法 也是你技术手段 第三是示法 那示以这个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冲量 动量 因为在打斗实战 一定是在动的 在这个快速的 这个交换动量 或冲量 以物理学来说 所以它就具备这三个 身功 手法 式 所以这个七七光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前进节要 它说 事事相成 变化无穷 那个就是动量 冲量的变化 好 我们现在说 这个 古代永春拳的身功 身功 最重要的就是 所谓的马步 马步 或是叫做 现在也有人说 这个是庄 这个马步 在依照这个 古代的永春拳 小念头全觉 它说什么呢 记忆会神 平坚党 平坚党 这平坚党 出自而眉 十二庄 的平坚党 那它的特性就是 这个 党和这个坚 是平的 当然就是说 大开 一定是用 那个词 去量到 很平很平 不是 平 这个平坚党 有一个特性 就是 身体的重量 是放在 羊边 我们古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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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 之所谓 阴 之所谓 阳 那你也可以 配合这个 十二经脉的 这个 竹三阳 竹三阴 那 在这个 平坚党 而眉十二庄 是说 把体重 放在 这个 羊面 比如这是 我的脚 这是脚 这是阴 这是阴 这是阳 面 这是阳 面 所以体重 是放在 这个两面 阳面 那在 放在 阳面 的时候呢 这个 脚趾 是 微微 有 像这样子 内对的 这个 叫做 平坚党 后来 永春拳 也称之为 二字 前 羊 马 那 此羊 非 体羊 这个是 羊 不是那个 那个 那个 牛羊的羊 因为体重 放在 这个 羊面 所以 脚的 羊面 所以叫做 二字 前 羊 那 这个二字 前 羊 马 有什么 作用呢 因为我们 说是 生公马 这个二字 前羊 马 只要 你把 这个 体重 放在 羊面 这个 是 松的 这个 是 松的 这个 胸 到 小 伏 到 整个 下去 脚 这个 阴 面 就是 松的 这个 松呢 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 呼吸 自然的 就 一吸 就到 小腹了 不必 做任何一个 操作 因为它是自然的 人体 依照人体 自然设计的 所以这个 呼吸 就很自然的 就可以 所以说的 气成 丹田 或者是 气入 小腹 只要 你把这个 它的操作是 只要把那个 重量放在 脚的 羊面 还有一个 东西 只要你 放在 羊面 你就可以 坐下来 所谓的 你就可以 坐下来 所以 全觉上面 说 怎么样呢 它说呢 会和 丹田 独麦 酱 独麦 酱 就是可以 坐下来 你只要 放在 羊面 你就可以 坐下来 这个是 独麦 酱 你可以 深呼吸 所以 会和丹田 是 它有 这个 呼吸 普纳的 深酱 先天气 和 后天气 的 这个 会和 独麦 酱 就是 这个 你一放 它就 坐下去 就是 什么回事 相反的 这个 一旦 夹住了 这个 就是紧张 成紧张现象 你坐不下去 所以 古代的 二字全羊 马 就是这样子 五分钟 十分钟 坐对了 马上 呼吸 深了 马上 人就可以 坐下去 马上是用 这里 肌肉 不是 用 这里的 肌肉 好 所以呢 这个的 操作 把重量 放置 里 视为 二字全羊 出自于 而没 这种 平坚 大 要说 气脉 我们的圣经 是从脚 往上走 脚往上走 并不是一般 所说的 当天发热了 这个 气 有个一股热流 走到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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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泉 不是这样的 那个叫做 泄法 就把 那个能量 卸出去 这个是 往上走 那个是 补法 十二正经 足三鹰的走法 就是往 从脚 走 往上走 那 这个 和刚才 我们说的 有什么 有什么 关联呢 它就是这样的 只要你重量 放在这个 阳面 你的竹子 你这个 竹的指 这个 脚的脚趾 微微扣 微微扣 因为这是松的 那个就是 古人说的 引着胜气 上升 在气脉上 是这样说的 所以这个 二字全羊嘛 它有这样的 内容 或内涵 好 刚才和大家 稍微这个 说了这个东西 二字全羊嘛 第二 说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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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 腰跨 治理的 这个 和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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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椎骨 的作用 在全觉里面 小念头全觉里面 他说 动 动如翻浆 静若平波 动的时候好像 这个翻浆倒海 动 这个静的时候好像平波 好像湖的那个坡 很柔 很缓慢的 他是说什么呢 他是说 当我们可以 这个 呼吸 下沉 就依照刚才我说那些 那些田羊啊那些之类之后 有一个事情发生了 他有一个开河 或者一个 这个 缩 和掌 OK 或是吞吐 OK 这些 发生了 在这个操作 就是在吸气的时候 吸气的时候 吞 吸气的时候 人是往这样的 吸气 他是往下吸气 吸气的时候 这很隔膜 往下 所以他是有 往后 往这个命门 这个当天 有往命门那边去 因为他吸气了 他吐气的时候 是有这个 这个动作 往前 往上 因为这很恶魔 往上去了 所以他这个地方 他这个动作 配合 呼吸 所以呢 在动的时候 这个是相当快的 因为你要 你要把这个 劲吹出去的时候 他这个 在吐气的时候 他是往 这个 这个丹田 是往上转的 吸气的时候 是往下 吸的 这个我们的 这个脊椎骨 他是 这样子摆 所以这个是在操纵 深宫操纵 那个 发力的时候 发那个 劲的时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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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宫 这个 他的这个 操作 稍微这么讲 怎么样控制 这个地方 好 再上来 肩和甲 永春拳 古代永春拳的肩甲 因为他是 儿媒十二庄 为母前 深宫寺 从儿媒十二庄 那边来的 他就 吸起了 儿媒十二庄的 蛇形 溶洞 这蛇形 你看这个 左肩 是支撑着右肩 然后一截一截出去的 所谓 大截如蛇形 小截如 永动 永就是那个 蝴蝶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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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 这个练到好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 好像一个 波浪 虫 这个 肩脚 慢慢地传过去 传到指尖 这个也叫做运镜 那这运镜呢 是有讲究的 在吐气的时候 运出去 在运出去的时候 他是走 手 三阴经 从胸走手 然后在这个时候 这个蛇形涌动 身体也是转的 也是在转动的 所以这个肩脚 这个脊椎 和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 这个二字前两码 和这个的操作 和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腰胖的操作 和这个肩脚操作 它整个是一体 它是转进去的 它是一截一截出去 然后它转进去的 回来也是一截一截转进去的 这个转 这个一截一截的转 然后这个一截一截的收回来的 它不是擦 用力 用着肩膀擦 不是 它是前身 都是成一个 舌形涌动 和旋转 那就是说 它在这个 比如说 在练小练头 做这个旋转的时候 它这个前身 它是沉着的 所以它说呢 全杰说什么呢 旋回自然顺 气脉 气就是呼吸 脉就是这个经脉 这个十二正经 所以它整个身工的体系 是这么理事 那好 我们看那个 福建的永春百合拳 或五足天体系 那个体系用的是 身工是什么 有心蹲感 有心尊感 摇身 斗脚 那是不同的东西 如果你看那个 香港少林永春拳体系 你看它练拳 少林拳 它有一个手 放在这个地方支撑 练这个 古代少林 这个永春拳 不是这么练的 因为它左右 要成一个旋回 一个转 所以截转轮迫 这个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在接近近身的时候 它要以这个截转轮迫 它要滑进去 我们知道说 短打 一定是要 打入这个 对手的这个 肩后 这样子可以 废了他的前手 封住他后手 用前手 封住他后手 所以它是以一种 制药的身攻 去实现那种拳法 这个东西 所以我在这个 英文的这个 摄影上 好几个星期前就说 看这个肩胛的炒作 就知道说 那个拳 是什么体系 所以今天说了这个 从这个二字前阳马 一步一步说起来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技术是什么技术 有这个技术 用这个技术去练 就练成这个身攻 那这个身攻 就要应用在这个 充量 是 所谓是是相成 的那个 应用之上 那 永春拳是贴身短打 古永春拳 所以贴身短打 以剑为先锋 怎么说以剑为先锋呢 比如我这么打 这么打 我入不了身 可是如果我以剑为先锋 以剑为先锋 我入身了 我这样打 你看我这个中定这样打 那是在长拳的打法 短打打法 一定是这个东西 这个剑为封 打进去的 重量是在前面 打进去 那打进去之后 就依靠着对方 黏住 这叫做入身 广东话叫买山 所以看这个肩 就知道是不是短打 还有一个就是手法上 手法上 不会是太极拳那种 横径 因为永春拳 古代的讲究 贴身 粘身 滑进去 就好像什么呢 有一句话说 把蛇随棍上 不是 不是捧着那个棍子 而是随着那个棍子上面去 这个就是释法 那自己说你说 哪这个 哪这个拳手 这个装手 那这个装手 事实上是 古代的装手 就在泳 永春拳的拳礼上面 是这样子做的 这个拳礼 看来就是这样子做的 这个 处于什么地方 烧灵 前进 前这个 这个 签帆 备药 就是这个东西 入身 就是这样贴住的 所以你的肩 要进去 肩进不去 人进不去的 所以这个和太极前体系 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 打法不同 身攻不同 所以这个东西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很多东西 可以说的 很多很多细节 这些都是要去研究的 我会想要去研究 我会想要去研究 这个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 哦 所以这些东西 就要去研究 我会想要去研究